漫步在台东泰马里金针山的樱花步道 山路两旁盛开着粉红的樱花 虽然清晨下着小雨 但走在被樱花包围的小路 呼吸淡淡花草香的新鲜空气 可以享受清晨悠闲的时光 泰马里金针山种的樱花 主要以垂钓开花的八重樱和山樱花为主 往年到了二月花旗就快要结束 但今年的樱花受到天后忽冷忽热的影响 到了二月初才盛开 不过盛开的花旗刚好在长达九天的农历过年假期期间 想要欣赏樱花不必出国 到这里就能看到美美的樱花 种类当然很多 最多其实是虫瓣的斐寒樱 有的会说八重樱 山樱花也有 现在慢慢有一些农家 像我们农场或者比较高海拔的一些民宿 都有种一些吉野樱 所以它其实花种还蛮多的 所以花的时间会拖得很长 台东县除了在太马里金城山可以看到樱花盛开 往花东纵谷的路野乡和南横公路 在一片翠绿的山区 也可以在道路两旁看到美美的樱花盛开 记者张明哲台东报导